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回到矮族奇兵,我現在的戰鬥力已經達到760萬了 今次要講的是英雄對戰我的陣容分析和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的擺法會用斯巴達擺下路 大家好奇,為什麼我不用這隻克拉蘇呢? 因為克拉蘇本身是一個攻城的角色 他並不是很適合英雄對戰 所以我會玩斯巴達給大家看一下 那好了,我們看看我和低調的切磋 我來到這個戰鬥了 一開始我的斯巴達會衝過去 我這隻白里克里斯會用範圍回血 而且他身上攜帶了蝴蝶 他會最大限度補前排還有斯巴達 令到他的生存能力久一點 我們打到這個位置暫時還未死 希望可以堅持久一點 因為對方低調是戰鬥力比較高的玩家 他在全伺服器上應該是最強的 我在陣容方面 選擇了一些比較克制性 來打他,所以才能贏到 我希望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目前新拿到的白里克里斯是非常有用的 他在戰鬥方面可以幫大家補血之餘 還可以打到輸出 令到他的生存能力大大提升 大家都看到了 我目前所有角色都還在生存 好,今次的影片主要是說回我的陣容 以及為什麼用斯巴達克斯在下方突入 因為他在第三排突入 他就會跟這個白里克里斯黏在一起 那白里克里斯的技能呢 他的技能是可以插隻矛去補血的 加上白里克里斯升爆了覺醒技之後 他的減傷是可以達到50% 非常之坦 加上他可以回血攻擊 所以一定要放在中間位 然後斯巴達再撞過來 跟他重疊站在一起 所以說是非常之好用 但是有一個問題大家可能會知道 如果對方在下面擺了前排的話 斯巴達也會照撞回對方的下面那排 所以就不會做到好像剛才的情況那樣 所以在陣容方面就要選擇了 看看對方前排空缺的位置 就補上斯巴達去撞了 那就可以做到我剛才的效果 好了,這條影片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先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幫忙給個讚 以及分享給有玩的朋友 還未訂閱記得訂閱支持一下 好了,那我們下次直播影片見 拜拜